警惕,生活中这四个坏习惯不及时改善,肠胃疾病真的会找上门,除了急性肠胃疾病,慢行肠胃疾病多是由于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,很多人可能都不太在意,直到生病了才后悔。 哪些怪习惯会导致肠胃疾病的发生呢?主要是这四个,想要保护好肠胃,要改掉那些坏习惯呢? 一,吃饭速度太快,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吃饭过快的毛病,有的是单纯喜欢大口吃饭的感觉,有的则是时间紧张所致,不管怎样这种吃饭习惯都得改正,因为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,吃饭过快,不能细嚼慢咽,比较大颗粒的食物进入到胃肠当中,就会影响到消化,让肠胃出现健康问题。 正是因为吃饭时间比较赶,所以许多人都不得不吃烫食,会烫伤食到粘膜和胃粘膜,让人容易得胃炎和胃溃疡。 二,习惯抱饮抱食,面对美食的时候,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,一字性地吃下过多的食物,出现抱饮抱食的情况。 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心情不好或者压力过大,出现了情绪性抱饮抱食,这种习惯很不健康,虽然能够让人得到满足,但是会导致肠胃不适,甚至会引起急性的胃扩张,急性一线炎,甚至会提高人们得一线癌的几率。 请在微信客户端打开。 三,膳食纤维摄入不足,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,在饮食上会吃得越来越精细,膳食纤维摄入不足。 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会让人容易便秘,还容易引起其他的肠道疾病。 为了让人们更加的健康,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,要认识到吃粗粮的重要性。 除了粗粮以外,一些蔬菜水果当中也含有膳食纤维,像是胡萝卜、柑橘等。 四,不爱运动。 生活中总是坐着不动的人,胃动力会有所不足,消化能力会下降,吃上一点食物就感觉饱了,胃口会越来越差。 这种坏习惯特别不利于肠道健康,容易让人患上胃病。 想要保持肠胃健康,必须得养成规律锻炼的习惯,让自己动起来,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。 有锻炼效果并且能够坚持下去就是成功。 饮食中的一些习以为常的小事,也有可能导致盾牌受损,使其保护功能下降。 肠子以往,容易导致胃炎、胃溃疡、胃癌的发生。 比如,一吃太称,我们正常人的胃就像一个气球。 空腹时,胃容量大概是50到100毫升。 吃饱饭之后,胃容量则能达到1200到1600毫升。 若是暴食,胃容量还能达到2400到3000毫升。 如果大量进食,尤其是吃了大量辛辣刺激食物,必然会增加肠胃道负担。 容易造成消化不良,胃黏膜受损。 而长期暴饮暴食,胃壁肌肉就会被撑薄。 弹性会下降,可导致胃动力减弱。 胃下垂,胃无力等胃肠功能障碍。 另外,胃部长期保障,受损的胃黏膜不能及时修复。 也可能引发急慢性胃炎。 胃穿孔,胃溃疡等疾病。 专家告诉我们,大部分中老年人本身胃部平滑肌就伴有萎缩。 加上或多或少都有消化系统疾病。 因此,即便是吃多两口都有可能引发致命风险,更要提高警惕。 建议三餐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。 比如,饿的时候吃东西,吃到胃里舒服了这个点就是合适的点。 若感觉到已经饱了,就说明已经超过七八分饱了。 而吃饭太不规律,很多人都不按点吃饭,饿了就吃,不饿就不吃。 没有固定的用餐时间,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 2021年9月6日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,吃饭时间不固定,人更容易发胖,血糖,血压可能会同时升高。 而且长期不规律饮食,还可能会引发胃溃疡。 而胃溃疡是胃癌病变的高危因素。 所以如果有吃饭不规律的习惯,一定要改。 3.吃太晚 有些人由于工作加班等,来不及吃晚饭,等到下班再和同事、朋友搓一顿。 也有些人有吃夜宵的习惯,但专家告诉我们,吃太晚也会伤胃,尤其是20到24点。 被称为胃癌时间,因为胃排空时间大概需要3到4小时,而一般人在20到24点进食后,很快就会睡觉,此时胃肠蠕动会减慢。 尚未完全消化的食物长时间停留在胃中,容易损伤胃粘膜。 因为胃粘膜上皮细胞寿命很短,约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,且在夜间胃肠休息的时间进行。 如果长期吃夜宵,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修复。 易出现消化不良,胃肠动力减弱等情况,引发胃炎、胃溃疡,甚至胃癌等病变。 四吃太糙,都说饮食要讲究粗细搭配,既能增强饱腹感,又能补充B族维生素、膳食纤维等营养。 但有些人却以为粗纤维多多益善,一味地多吃粗粮。 酒菜、芹菜等富含粗纤维的食物,但其实粗纤维摄入过多,反而增加胃肠道负担。 不仅消化不了,可能原形排出,而且很多营养大部分都吸收不了。 吃粗纤维时不仅要讲究适量,更要细嚼慢咽。 最好嚼出甜泪再下咽,因为太粗的粗纤维无法通过幽门,会在胃里反复磨,也容易把胃磨坏。 饮食中的一些习以为常的小事像吃太称。 吃饭不规律,吃太晚,吃太称都有可能导致胃盾牌受损。 保护胃健康要从身边的饮食小习惯开始改变。 男性伤肠胃的行为习惯有哪些? 一、不定时进食。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总是鸡一顿饱一顿,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胃炎。 胃溃疡或者功能性的消化不良,平时吃饭时一定要定时定量。 因为胃液也会有时间表,分泌的时候会存在生理性的高峰与低谷。 这样有利于食物的消化,胃酸和胃蛋白酶没有和食物中和的话。 那么就会刺激胃粘膜。 二、晚餐吃得过饱。 很多男性把应酬推在晚上,到了晚上会暴眼暴食。 这样就会破坏基本的饮食习惯。 如果在晚餐吃得过饱或者睡觉前吃一些夜宵的话, 不仅仅会影响睡眠,导致身体的肥胖。 同时也会让胃肠到处于高负荷的状态下。 胃液分泌过量的话就会侵蚀胃粘膜。 长时间下去导致胃糜烂和胃溃疡等。 三、狼吞虎咽。 当食物进入胃里面必须需要注存、研磨和消化。 把食物制作成乳糜状之后才能够到达肠胃道。 所以要养成细嚼慢咽的好习惯, 这样可以增加唾液的分泌。 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及吸收。 如果狼吞虎咽出来的食物进入胃肠道就会刺激胃粘膜, 从而增加了胃的负担。 让食物在胃里面停留的时间延长, 造成了胃部肌肉疲劳状态,胃动力也会下降。 四、吸烟。 吸烟不仅仅会伤害到肺部, 同时也会对胃部造成严重损伤。 有很多吸烟的人群会患有胃炎。 因为烟草里面含有尼古丁, 容易促进血管的收缩, 导致胃粘膜得不到血液供应。 烟草抑制了前列腺素的合成。 前列腺素可以有效地保护胃粘膜的修复, 从而干扰了胃部的排空功能, 让大量的胆汁反流到胃里面。 胆汁中的胆炎会刺激胃粘膜。 尼古丁也会促进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。 直接腐蚀了胃粘膜。 男性大量的吸烟、狼吞、虎咽完成之后的过饱。 不定时的吃饭就会伤害到胃部。 所以吃饭时一定要定时定量, 不能吃得过饱,七分饱即可。 平时要注意饮食上的卫生。 因为到了秋季是各种病毒和细菌繁殖的季节, 容易让食物出现腐烂变质。 如果吃了一些不新鲜或者不洁净的食物就会引起急性的胃炎, 导致患者出现胃胀呕吐或者胃部疼痛。 转发整 Liter Hungary 鍍饭 令氏 转 reported 皆